其實找阿Dee做導演 我覺得是出於自己的同理心 因為記得阿Dee其實是每幾個月就會提一次 不如下次MV找我做導演吧 但當然沒有人理會他 而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ERROR四個人都在 然後阿Dee就再說多一次 大約是半年前他說 下次你們MV讓我做導演吧 然後我目睹那個畫面 肥仔和保錡沒有出聲 他肯定是聽到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阿Dee就好像很尷尬 他沒有出聲 但沒有說過 我目睹這個畫面 我和李森發作 我就覺得我要找Dee大道去做導演 希望完他的夢 他可能做完之後就覺得自己不是導演的資質 以後不做 看看可不可以令他導演的career完結 這次是有趣的 我想阿Dee也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導演原來要計算預算 他真的 因為他自己也要有些贊助的東西 不只我還他也要幫忙 因為預算有限 所以他原來要有預算計算 這個很有趣 而且太多天馬行空的想法是不行的 以前阿Dee拍ERROR 但沒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是拍不到的 因為不夠預算 所以這次真的要預算預算 他就會在有限的預算下 究竟他最盡做到什麼呢 我想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他來說 我覺得他導演是導演得不錯 其實他因為阿Dee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是一億票房的男配角 還有幾百萬電影的男主角 所以其實他有自己演戲經驗 才加得不錯 很清晰的 當然有很大壓力 我都脫了 頭髮一脫毛 你就看到了 哈哈哈哈 其實 脫了一堆 咦 這樣是癌症那些 總之沒有一年半載都不會再做到的事了 暫時 今天都很爽的 其實拍到自己想拍的東西 試到自己想試的東西 這個也是我拍MV的目的 就是我看到一些好的東西 我很想自己實踐出來 看看會不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你知道我又沒有solo歌 我就很不拒絕那些有solo歌的人 這樣浪費公司資源 所以我都要一起浪費公司資源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浪費公司資源 其實就主力是參考一部 我直接穿上去告訴別人我參考哪一部 哈哈哈哈 武統失戀 這個是因為 因為我整個故事我都是靠我 我看無痛失戀 然後 我就很白癡地錄著電視鏡 然後自己砌個storyboard 我自己錄一些自己喜歡的片段 然後亂砌出來 去做一個指標去開始這個拍攝的 但當中也有一些原創東西的 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有放進去的意思的 你可以當我是塔倫天奴 九龍灣塔倫天奴 因為塔倫天奴先生都是這樣的拍電影 拍幾部 其實我其他畫面都有些是來自於我看其他電影的 我爬那是一堆 所以… 走,走,走